星期六的另一场 德甲赛事同样也是 武信加柏主场对多蒙特 这场球其实意义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继分榜来说 多蒙特除非拜仁输球 否则基本上也不能冠军 只要拜仁得一分 刚才也说过 拜仁得一分就76 就算他赢了武信加柏 他也是亚军 相反武信加柏 那他55分这个就比较上 如果他要稳夺这个欧冠资格的话 今场就是说一定要赢球 或者是后面这两队 拿不到分 那你华古信 那他有权赢球的 因为当然了 未踢就不知道的 但是 武信加柏如果只要赢球 那他就58 那他就 亦都是要计得失球的 那相信来说都挺敏水的 所以今场球 如果武信加柏即使赢球 也都是要有一定的入球 或者是得失球方面呢 仍然保持球优势 所以其实今场球 这个四五围 其实挺有意义的 反围 那我们就没有推介利华古信的 那今场球说回 就是武信加柏退多蒙特 那选些什么彩辞呢 其实来说呢 从战意上呢 多蒙特怎么都要做一下事的 就算他输球 都要入球的 因为为什么呢 看回近这几场 其实来说也是的 作客和了不来媒 之前输给少客04 最近来说和杜赛多夫 其实都看得到 几场都要入球表 那这队球呢 去到季尾都不知做什么 就叫入得失得了 这队球我相信都不会例外的 尤其是你说面对主队的武信加柏 这么有战意去打这场球呢 因为这场球其实非胜不可的 如果他赢不到的话呢 也都很危险会没有了欧冠席位 那当然 如果你说现在坐着欧席的席位来欠欧冠席呢 其实战意真是称高的 所以你说 就是武信加柏这个上盘 这个下盘 叫做寿让的 都不是想不过 不过今场球 我也是 选择入球大小 3.5 我觉得3.5球 他比1.85 我呢 其实要四球球出现的 我还是觉得不得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就看回刚才的东西 第二来说 多蒙特都有板有眼给你看的 确实是入得又失得 那你就算去输球 也是要入回两球的 那之前来说 也都是叫不断地有入球 也都不断输球 也是失球比较多 所以来说 你说看这样的摊露 和今场球这个分析呢 我觉得武信加柏今场球 也是会豁出去的 除了想赢球之外 也都要拿到入球才稳阵 如果不是的话 在积分榜上面 很大机会 就有机会给李华古迅 甚至乎后面那些球队 即是发达克福 拿了个叫得失球差的 那来说 去现在第四位 是魏异父的 今场球 我推介给大家 我觉得从战意分析上 入球大小 3.5这个 确实是在想的 那 当蒙特做一下样子 拿不到冠军 都要踢进去的 所以来说 入球应该不会少 今场球 推介给大家 入球大3.5 1.85这格